大家好,欢迎收看《日日有楼看》,我是陶卓文 我是吴彩莹 下一批4000,新一批4500个白区二重迁者 上个月开始就获发批准讯 是刺激到期内的未保地价成交数字按月标升 累积有800多宗,创载历来单月新高 不止是成交急增,就连价钱都持续向高位进发 吴环大仙夏村一个单位,最新以赤价近9600元逆手 是连续两个月打破全港陆表公屋赤价的新高 受惠新一批白区二重迁者收到批准讯之后蜂涌入市 刺激未保地价的公居屋二手成交 上个月大幅飙升超过一倍 更加创有记录以来单月的成交新高 房委会公布,上个月的第二市场成交 数字收定为858宗,创有记录的新高 按月急升了1.5倍 至于单计7月上旬,暂时只有55宗 比上个月同期少8% 虽然交投略为放缓,不过造价就持续高期 单计这55宗成交,平均赤价高达10400多元 有望创新高 当中有32宗赤价过万元,占比高达5.8 单计公屋,赤价已经连续两个月破顶 房委会公布,黄大仙夏村中层一个实用267尺的单位 最新以录表价256万逆手 赤价达到9588元,再创全港录表公屋新高 比上个月录得的9220元旧纪录,再高出近4% 单计头5位当中,九龙区的公屋已经占4个席位 只得第三的来东村围住港岛 至于今个月赤价和造价最高,就来自沙基湾东育苑高层 实用650尺的单位,以录表价908万逆手 追凭上个月创的屋苑新高,赤价13900多元 未保地价居屋赤价过万元,似乎成为新常态 即使持货年期比较短,而且远离市区 只要楼宁新一些,也都轮近港铁站 扣上纳税之后,还有钱赚 天水维平阴院A座高层,实用447尺的单位 原先叫价538万,减价45万,即超过8% 以493万未保地价沽出,赤价大约11元 由院局院围住天水维站旁边,吸引到新买家承接 原业主在2018年10月以241万买入,持货还未满三年 扣上一成纳税,账面仍然赚超过202万 相比之下,私楼市场的交涂和价钱升势已相对温和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深步187.87 虽然按照的升幅不算很大,不过总算是止跌回升 按地区去看,楼价呈现三升一跌 当中以新界西的升幅比较急,按照急升了1.8% 指数更加是直逼记录高位,即是2019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 四大分区楼价当中再次回复三升一跌的局面 加上中小型和豪宅楼价全线向上 刺激整体二手楼价指数按照止跌回稳 并且升至三周以来高位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深步187.87 是6月底以来最高,按照升0.6% 亦都是过去七周以来第六次做好 指数再升1.3%就可以挑战历史高位 按地区分类,只有港岛岸州向下,结束三周升势 其余三区都按照做好 九龙和新界东都升1.1% 新界西更加急升1.8% 撞了历尼第二高纪录 在133个城份屋苑当中 有6乘2,即是83个尺价按月做好 马鞍山海柏花园和海点湾都抽升超过1.7% 同期还有另外三个屋苑录得超过1.0%升幅 至于50个尺价向下的屋苑 以东冲南天海岸表现最差 岸月跌近1.0% 寧度平均14,300多元 元朗蝶翠峰和深井丽都花园都录得近9%跌幅 在各大指数当中就以新界西最贴近历史高位 只是差0.1%就破顶 代理形容整体指数表现反复 估计只是破顶前出现的短暂增持 那些重磅的要破自己的顶很艰难 因为它近时太高 要令到推得动的指数很快就破顶 应该暂时都有一些小小阻碍 破顶一定得的 差在是 要不要退到8月了 现在等着 岸面积分类楼价再次全线做好 中小型单位经历一个星期下跌之后 岸周回升0.6% 反映豪宅的大型单位同样由跌转升 岸周回升0.5% 大型屋苑指数方面 也都升0.5% 从上190点水平 最新的楼价指数 主要反映上个月21至27号 签订的临时买卖合约 即是联储局议息首个星期市房 无线电视韩佩恒报道 第一方面楼价指数是酝酿突破历史高位 另一方面市场上继续都有业主要涉扬 他们不约而同都是几年前入市 颜外印花税限期一个就沽货离场 单日更加出现两宗同类的个案 分别是来自南田和北角 其中例港城有两房业主 账面平手离场 但计算两次买卖的佣金和印花税要涉40多万 虽然楼价有望突破历史高位 但仍然有急于卖楼的业主宁愿涉扬离场 市场单日就录得两宗同类的个案 第一个来自市区大型屋苑丽港城 24座一个低层量房单位实用517尺 向正北方可以看到开阳景观 最新以750万翼首实用赤价大约14500元 据了解原业主在2018年7月入市 当时作价亦是750万 持货刚好满三年 额印期满即时沽货 账面平手离场 但计算两次交易的佣金和入市税项 实际亏损合共40多万 丽港城今个月暂时录得10宗成交 平均赤价15460元 上述交易的赤价略低于平均价 另一个个案同样来自市区 楼宁达40年的北角百福花园 康福角高层私室 一个实用545尺的两房 最新以百百一十万翼首 刚好跌出九成按揭的门栏 赤价14800多元 原业主在2018年4月 以782万买入单位 辞货三年多松绑沽货 账面获利不够30万 单位升值不够4% 同样在计算佣金等集费后 到市近20万 同样的两房间价 如果开租小一点 放盘可以在短时间内就有承接 将军奥新保城三座一个低层私室 实用面积只有377尺 望屋远的原景 原本开价660万放售 在买家港价之后 轻微减价2万元 由放盘至成交不够24小时 以658万沽出单位 实用赤价17,000多元 原业主组在2010年入市 买入价260万 持货超过10年 账面赚近400万 单位升值1.5倍 资料显示 4月时同座中层同室单位 成交价亦是660万 相隔两个多月 低层造价亦都追近中层 如果相比同室高层单位 在年初的时候 成交价只是630万 造价更加显著回升 无线电视梁永祥报道 除了公居屋的楼价高期 另一类资座房屋 由房协发展的甲屋 最新都出现了高价成交 所指的是青衣的 宏福花园三座高层 有实用面积710多尺的三房 最新以1093万年地价逆手 这个成交价不单创了屋苑新高 都破了新界的纪录 成为新的新界甲屋王 赤价15300多元 卖元业主早在2005年 以291万年地价买入 持货大约16年 账面占802万 升值超过2.7倍 各位先休息一会儿 回来有营舍潮流 带大家去到石杰尾半山 参观一个福息四房单位 室内空间有多大呢 景观又是怎样 回来节目时间 作为九龙半山地段 仍平度一带地势自然相对比较高 景观都开人一些 不过附近的选择就不算很多了 其中一个大型项目分三期衣衫而见 当中一期的全部单位 都是属于2000尺的四房复蜀 帝景峰围处北架山的延平道8号 整个屋苑有22座组成的 第一期帝景台是1998年入伙的 总数是12座 每一座是由六个单位至八个单位 实用面积最小是2000多至最大的 到3000尺 特点是每一户都是福息的 参观第十座中层一个四房 实用面积超过2000尺 入屋有缘关 鱼缸后面就是饭厅 除了有椭圆形餐桌 靠墙还有书柜和工作桌 饭厅附切落地大窗 采光理想 业主以木地台和电视柜分隔合饭厅 客厅有曲尺梳化和按摩椅等等 空间相对宽敞 和电视柜距离大约20尺 客厅外连超过100尺的长型露台 放了户外桌椅 这家屋主要外望内洋和山景 小景台是一个弧形的设计 大部分都是向东望泳池景 有部分是向东南望来源景 就算是夏天吹东南风也很舒服 我们… 对不起 我那么就只顺了 太多了 我啦 的 帅座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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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位方面虽然屋苑三期合计提供592个 比例达到1比1 不過供应仍然不足 车位未必足够 因为大部分住户都拥有两个车位 有小部分帝景台的业主 他们会把车泊到帝景圈 帝景台也没有车位卖过出来 二手没有卖卖 但如果租也会租到 大约4500元租到车位 如果不开车 可以坐屋苑的穿梭巴士去到有一城 车程大约8分钟 在屋苑外面都有小巴去石结尾 今集先看到这里 下星期带大家去到小南 参观一间超过2000尺的洋房 无论在客厅、房间或天台 都可以享有开洋海景 保养是怎样 下星期记得留意 近年入伙的新盘 虽然楼底比较高 不过说到可用空间 即使面积相同 都会比旧楼相对输舌 以下这个一房单位 实用面积三百多尺 設計师如何在有限空间中 满足到不同需求 位于将军澳的这个一房 实用面积三百八十尺 一人门口是开放式厨房 付设交楼标准的曲尺厨柜 合饭厅开职摘场 有落地玻璃和露台 房间大约85尺 唯一的浴室需要经过房间进入 设计师说 业主夫妇非常爱惜两只猫仔 设计的时候 都是以他们为先 这家屋的屋主 说笑地说 可能两只猫才是屋主 屋主最深爱的是两只猫 所以设计围着两只猫开始 了解到屋主的两只猫 是比较年轻的 其实它们都比较白艳 我们需要做一些活动空间 给它们放电 屋主想找一些更多空间 给猫走 你知道猫喜欢爬高爬低 所以在梳化背 我们做了一套很阔的攀爬架 让它们跳跃 爬高爬低 让它们在那里玩 傢俬的用料方面都很讲究 例如特色墙和猫的攀爬架 我们用了一些木纹的防发板 在梳化背 我们用了一些防发的被料 可以防止猫攀爬 时刮花家屋 为了方便业主和猫仔互动 设计师将房间的长身 改为玻璃间隔 由于屋主很喜欢两只猫 时刻都想看着它们 怎样可以想到 屋主可以和猫又有互动 所以我们拆了 原先的一个房间间隔 做了一幅弧形的玻璃 让屋主在睡房里 都可以和猫见到和互动 一般玻璃间隔 现在都是难免平头方角 给一种硬斑斑的感觉 所以这里我们特别订製了 一幅弧形的玻璃 将玻璃的一种很硬的感觉 让它圆化 让它柔和一点 舒服一点 但这样做都有代价 拆走间隔墙之后 天花留下了横梁 设计师就用了灯槽来修饰 除此之外 当有客人到房一阵 业主都需要关上窗帘 保障私隐 除了满足了猫仔的需要 业主夫妇都希望房间 有大量位置放衣 但设计师说 房间只有大约85尺 放了床之后 已经没有太多位订造衣柜 所以要靠木地台来解决 这个木地台必须做 可以放一些换柜的衣物 甚至手袋 由入口到厕所门口 我们就做了一级木地台 一级木地台 无法避免的存物量会小一点 所以到隧藏区这边 我们就升多一级 增加深度 加大了存物量 再配合衣柜 便可以免购它们用 虽然进入浴室 需要下一级 但为了增加了存物量 也没办法 他说房间没有窗台 比较实用 在五尺大床旁 下来还有条件放床头柜 打开就可以变成梭妆桌 近房门还有模型展示柜 屋主还有大量的深海模型 需要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做了一些玻璃层架 加一些灯光 展示屋主深海的摆设 如何在任何角度 令屋主可以看到自己的深海模型 所以我们就放在睡房的入口 一入屋就可以看到这个展示架 业主还希望挂一幅画增添一下气氛 设计师认为挂在大厅比较合适 还设计了一幅特色墙来衬托 护主也希望有一幅特色墙 来挂他一幅深海的画 但他又怕被那些猫碰跌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幅特色的滲光墙 把那幅画标变到里面 又不怕那些猫碰跌 我们用了一些深色的云石 纹的防花板 加上滲光的效果 就可以满足到业主的要求 设计师说这间屋的面积小 没有位置放固定餐桌 别无选择之下 唯有利用多功能的架司 推开门已经到厨柜这个位置 如果你放一张正规的餐桌 其实就会阻止到客厅的位置 所以我们就建议屋主 用了一个升降的茶几 升了上来之后 可以再放大一点 这样就可以两个人用餐 完成不成问题 在一个小单位来说 这也是无可避免的其中一个方法 高身大型鞋柜都放不下 设计师就用了两个半腰柜取代 一个在梳化旁边 拉低换鞋椅 就可以舒适地坐在这里换鞋 另一组鞋柜设在圆关 为了遷就后面的厨柜 这组鞋柜做得比较小 上面预留了位置装挂钩 挂上业主出街穿过的衣服等等 这集先看到这里 老人家年纪大 手脚没有以前那么灵活 去洗手间或洗澡变得困难 更容易发生意外 帮长者设计浴室的时候 有什么要注意呢 下星期记得留意 节目时间够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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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